嘉義縣的家畜疾病房治所在去年底查獲了一處貓咪FIFA養殖場 救出了13隻的品種貓 再加上兩隻的救援安置混種貓 最近是公開登記認養 想要短短五天時間有超過兩萬五千人來做登記 重簽率只有萬分之六 而家畜所也將在二十九號採取直播抽籤方式 抽出幸運兒 十五隻貓咪在工作人員的照顧下毛色蓬鬆發亮 睜著圓拱滾無害的大眼睛 等著善心人士來認養 十五隻貓咪其中有13隻屬於品種貓 這隻布偶貓如果是一般寵物等級 價格就要八到十萬 這隻曼赤肯 灰藍的毛色相當特別 也可以賣到五萬元以上 還有小布舞曲 英國長毛貓和哲耳貓 都是目前市面上相當受到喜愛的貓種 嘉義縣家畜疾病房治所 一開放任養 短短五天登記人數立刻暴衝 超過兩萬五千人 中籤率只有萬分之六 甚至還有人跟我們說 他要找親戚朋友啊 還要全部還要揪團啊 這樣子 對 來搶登記 目前最多人登記的是這隻 編號十號的布偶貓 超過三千人登記 五號的曼赤肯 也有超過兩千人搶著當貓奴 而這兩隻混種貓 外型同樣相當討人喜歡 也有超過千人想要成為他的主人 為了公平起見 登記名單經過篩選之後 家處所將會在二月二十九號以直播的方式公開抽籤 中籤的幸運兒將可以把可愛的貓咪帶回家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